这个男人一把号出女人的头发 凑近 每次当前 男人却抓住女人的手 狠狠摁在桌上 一刀刺下 女人的惨叫声 相声云霄 但男人没有丝毫怜香惜语 他强烈地掰开 女人的另一只手 又是一刀 男人 应叫汉龙 当地黑帮青龙会 最凶恶的走狗 人称耶稣会使 杀人如麻 手段极其害人 而今天 他出狱的日子 满城轰动 全网恶平 广播离放的事 我希望他烂在监狱里 狱警说的是 你肯定还会回来的 但无论如何 他还是自由了 那位牛掰的律师来接他 给他准备了钱 护照 以及最新研发的武器 劝他出国避避风头 因为这个城市的人 不会忘记 耶稣会使 警察不会忘 黑帮也不会 汉龙明白 但离开前 他想先见见自己儿子 晚上 他在酒店住下 但门外 他的汽车 突然响起警报声 汉龙出门 关掉警报 走过去查看 看前地上的人 穿着州警服后 汉龙停下了动作 下一秒有人 重重一棍砸下 被纪念计较 踢翻在地 一群州警 耀武扬威地 走到他面前 警长说 我不知道你的律师 是用了什么诡计 让这人收口 但我会一直盯着你 直到把你 再送回监狱 第二天 汉龙西装革履 敲响了前妻家门 四年前 汉龙浪当入狱 留下孤儿刮魔 独自面对敌对帮派 宣武门的报复 前妻为了护住儿子 不得已成了宣武门门主 卡当夫的情人 前妻很怕汉龙 会给他们带来麻烦 这个汉龙五分钟 小波比看到汉龙一愣 身体已经先大脑一步 做出反应 前妻见状 转身出门 下一秒 波比就已经扑进 汉龙怀里 汉龙打开儿子的画册 里面一页一页画的 都是自己 又一张画被撕掉了 但还夹在画册里 波比明显情绪低落下来 说是卡当夫撕掉的 不等汉龙都说什么 前妻已经过来催了 汉龙只好拍了张 儿子的照片 留作寄托 晚上 他来到青龙会旗下的酒吧 跟会长提出了 金盆戏手 会长同意了 但表示 一旦发现汉龙 加入了其他帮会 他会杀了他 汉龙刚离开酒吧 就遭到选我们的人没毒 战斗一数几八 但汉龙的战斗力 远比他们想象中 更加让人头皮发麻 他冷静 沙发果决 出手就是指人死地 黑帮众人 谁不想杀耶稣会士 一步就能声明大战 但他为什么 还好好的站在这里 这就已经说明了问题 最后一人想逃 解决了麻烦 汉龙有些索然无味地 回到酒店 但这时 他接到了儿子的电话 汉龙立刻冲了出去 外面下着暴雨 他匆匆赶到前妻家中 一辆熊龙警车看到 立刻抓紧对讲机汇报 快 我好像逮到 耶稣会士的把柄了 此时 汉龙已经进了屋 第一眼就看到了 前妻的尸体 一回头 卡当夫手持 黄金沙姆之一 劫持着波比出来 一人直接绕到他身后 顶住他的头 卡当夫下令 汉龙舌皮损位 跳到墙后 刚好门外的周景进来 硬送了个头 卡当夫不敢逗留了 抓着波比迅速撤离 汉龙追过去 疯了个小弟 但卡当夫已经开车离开 天在这时 警队也杀了过来 汉龙只能险求自保 可一个周景被杀 警队赶来看到汉龙逃跑 一下子 他又被全球抢击 但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当务之急 还是救孩子 他直接找到 卡当夫的军火供火商 说要购置一批军火 于是军火商 带着汉龙进了军火库 让汉龙随意跳 汉龙随手拿了把枪 在手上把弯 然后拿出一塌钱 说是定金 小弟过来数钱 汉龙却突然一个肘击 翻手就是一枪 然后掉转枪口 直指军火商 军火商把自己的女人 护在身后 汉龙一枪过去 女人直接急了 大骂着呼过来 又被死死拉住 汉龙不想看他们 抗力行慎 但是立了两枪 了结女人 军火商抱着女人痛哭 汉龙重重一脚 念上他的膝盖 拘问他卡当夫的踪迹 军火商万念俱灰 终于还是把卡当夫的 老巢位置宣布交代 汉龙杀了军火商 又拿了些钱 去到酒吧 他想雇一个巫女 扮演自己的老婆 由于隐藏身份 就上个厕所的功夫 又遭到 汉龙手上的消息 汉龙在他们破门的瞬间 率先冲出 打了几人一个措手不及 区区三个喽啰 根本不是汉龙对手 观战之下 有人神奇不被剪枪 一把抵住了汉龙后背 不废话 直接打死 解救了麻烦后 汉龙带着雇佣的 巫女图妞妞上路了 图妞妞摘下假发 看起来有点 良家女的样子 像这种在生死的场所 混得风生水耻的女孩子 最是会风场作戏 连个老婆自然不在话家 当得知汉龙此行的目的后 图妞妞妞表示 自己可以帮她更多 但是要加钱 汉龙同意了 经过两天一夜的赶路 他们终于到了 卡当夫老巢所在的城市 卡当夫在这儿 是有名的房地产大亨 图妞妞又直接 以投资的名义 联系上了卡当夫 一切顺利的不可思议 卡当夫主动约图妞妞妞 去参观自己 新开发的住宅区 她说自己 就住在那办公 卡当夫表现得 绅士幽默 似乎对图妞妞本人 极感兴趣 而图妞妞一边参观 一边拍照 把这里的布局 摸了个大概 但这里没有藏人的痕迹 图妞妞决定 和卡当夫 渗入发展一下 再进一步摸索 巧的是 当晚卡当夫 就与她去她家 顶住夜谭 一开始还一切正常 萧州一喝 浓情蜜意 但聊着聊着 卡当夫突然阴阳怪气起来 很显然 她早就知道 图妞妞妞是有意接近 图妞妞见情况不对 想溜 但已经太迟了 卡当夫把她抱打一顿 掐住她的脖子 问她究竟是谁派来的 图妞妞死活 不肯松口 卡当夫又拿起刀子 要画画她的脸 好在汉龙一早 就给图妞妞的手机 装了定位 竟然直接杀上门来 监控室的守卫看到 还来不及反应 汉龙已经出现在她们身后 此时 卡当夫还在 咽醒逼供 汉龙叫图妞妞 先回旅馆 自己则绑了卡当夫 打算用碎高成衣 请她开口 一件又一件的刑具 被摆上桌 前十一大锅开水 直接倒在卡当夫身上 一硬声声撬下她 一根指甲 说 我儿子在哪 卡当夫还不肯说 汉龙又利落地 切下她一截手指 在一声一声 歇斯低廉的惨叫声中 汉龙终于得知了 儿子的下落 卡当夫这个畜生 把小波比底 债给了一个 极端组织头目 头目亚当好男色 且最好男童 汉龙果然大怒 将卡当夫 一枪抱头 回到旅店 受了惊吓的通人妞 借了汉龙的怀抱 第二天一早 汉龙就拉着 兔妞又出门 给她叫了两迪士 送她去机场 接下来 她要做的事太过危险 她不想连累 同妞妞 汉龙来到一个地下圈场 这是亚当名下的产业之一 她刚要找人打听 亚当的情报 兔妞妞就出现在她身边 这女人 又不怕死地回来了 她怕汉龙一个人死不透 想过来当个大累赘 她俩话还没落明白 有人上来就是一个黑手 好家伙 整整齐齐 亚当的小弟 把汉龙和童女分开押送 窗外一车美女经过 小弟探头去看 一个小弟被踢下车 开车的也被汉龙死死擂住 车子失控 后车追上来一通乱扫 但丝毫不影响汉龙行凶 接连起刀下去 车上已经没了火口 汉龙把住方向盘 用力一撞 逼得后车直接踩开 汉龙把车占为机油 顺着导航一路开到了亚当的老巢 他从一个洞穴进去 来到一栋大别墅 一解门就是监控 里面播放的正是 兔妞妞被折磨的画面 下一秒 凌冷的枪口 递上他的后脑勺 就这样 汉龙被套上枷锁 推进了地牢 地牢里关着很多人 其中就有奄奄系的兔妞妞 亚当似乎早料到他回来 也早为其做好了准备 汉龙被带到一口井边 波比就被倒挂在井口上空 汉龙疯了一样的想扑过去 但被强行摁住 亚当坐到他跟前 拿出一张照片 你可记得这个女人吗 是的 就是最开始汉龙残杀的那个女人 所以亚当从卡当夫手里 把波比要过来 就是为了血债血肠 他知道汉龙一定会来 亚当开始把绳子往下放 波比一声声急促地呼救声 逼得汉龙快要疯我 几个小弟又拖着兔妞妞 丢到一旁 当着他的面 往死里虐打 你要救谁 你要救得了谁 汉龙拼命反抗 而亚当只是冷眼看着 他在欣赏这一幕 甚至不允许旁边的小弟 过去帮忙 眼看汉龙已经侦措了束缚 小弟下意识一枪走过去 汉龙晕厥 期待亚当直接送小弟 命令合饭 汉龙缓缓恢复意识 亚当把他提起来 逼他看井口已经 那种丝毫挣扎痕迹的绳子 说道 亚当走过去井边 汉龙挣扎着拔下胸前的刀子 一刀指出 亚当当场毕命 汉龙撑着遍体鳞伤的身体 从地上缓慢爬起 来到井边 望着绳子凉久 呃 其实 我觉得也许还能抢救一下 人工呼吸 心肺复苏 你别光看啊 捞人啊 镜头一转 已经是郭比的墓碑 好在突然中还活着 未来的生活 他至少不是一个人 这就是电影 耶稣毁世的故事 严格来讲 我觉得里面 没有全人正义的一方 就是一些黑恶势力的 源源相保 互相散杀 只可怜两个可怜的孩子 成了他们斗生的牺牲品 谈的都不说了 真爱生命 真心眼前人 别涉足黑色势力 为了家人 为了孩子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关注电影精神角 关注很多 最新动作电影 感谢观看